我心中的Coco姐呢 印象最深是我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很新人 然后她坐在前座 然后非常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让我突然间觉得 哇这个我心中的偶像这么的平易静人 直到我下一次跟她合作的时候 她的那种敬业 以及很温暖就是很怕招待你不周的这一种 窝心然后细心 以及她在舞台上用歌声 以及她的舞蹈以及她的魅力 让我在表演上向她学习非常多 然后真的非常非常难过 这么早和她分离 我会继续带着她的精神 然后希望她去到一个她很喜欢的地方 继续散播她的快乐 她的温暖 谢谢你Coco 嗨 Farron I miss you 我们可以算是见证着 对方一切成长的好伙伴 从 colleagues to best friends 我认识你当时 你已经是大个女了 唯有开始在做东西了 见证着对方在事业上的突破 对方在生活上 找到幸福 在生活上 遇到困难的时候 怎样去克服 互相支持 一切见证着 对方的成长 I miss you and all I can wish for you right now is that you are calm and that you are at peace and that you go to where you should be going and that I will see you soon 亲爱的Coco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22年前 7月13号那天 我们在莫斯科一起见证了一切 那天我们那么开心 大家抱在一起 又哭又笑 但是内心充满了骄傲和喜悦 那是你在我记忆当中的样子 我会一直记得你 记得你的笑 你的歌声 还有你带给我们的很多 温暖难忘的记忆 希望你无论在哪一直都 好好的 嗯 我们会想念你 今天是我们跟Coco 告别的日子 我怎么的想不到 会有这么的一天 要在这里讲出这些话 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对于全世界喜欢她的歌迷来说 Coco 天生就是明星 是永远带着阳光 笑容的偶像 她的歌曲和她的舞蹈 陪伴了很多人的情出 见证了很多人在人生的故事 我记得她还是第一位 站在奥斯卡舞台上 去演唱的亚洲歌手 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为她感到骄傲 对于我们这些亲朋好友来说 Coco是一位热心 热情善良 关爱大家的好朋友 是一位真正正正的好人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这么不愿意接受她已经离开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心情 Coco 我们永远怀恋你 希望你在天堂自由自在的跳舞唱歌 当我们想念你的时候 就会去看看星星 我相信 你一直会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 一路好走 我觉得Coco是一个非常之 sweet 是我人生里面见过 真是最nice的 一个前辈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认识到她 还有 可以和她生命里面有 某几年的交接 可以和她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可以和她一起在台下玩 冲心地去祝福她 现在在天堂里面 是完全没有痛苦 可以开心的 是真是的爱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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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挂住她 好 好爱她 我只希望我会再次见她 再次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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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 我只想你知 你的笑 你的声音 你的能力 你永远 你永远都会在我心中 我会见到你 另一边 Coco姐你好 我是观哲 你的音乐 伴随着我一步一步的成长 我也非常有幸 在我是歌的舞台上 跟你一起享受 音乐的快乐 希望你在天堂 一切安好 你今世美妙的歌声 如同天籁般 响彻在整个世界 希望来世 还能听到你 美妙的声音 Coco 希望你安心 我们会再次见你 亲爱的Coco姐 今年长浪的夏天 还是一样热 总让我想起去年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和同事们 一直记得那些热情 善良和美好 不光是在舞台上 光彩动人的时刻 还有你带给所有人的 亲切的笑容 我们都感受过 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见证过你对每件小事的感恩 在你离开以后的这些天 我时常会想起 你在节目里 唱的那首爱的根源 我相信 你已经像自己所唱的那样 去到了陨石坊的天际 希望你获得安宁和幸福 你是我们这个时代 能够拥有的 最好的歌手 我们会永远怀念你 亲爱的Coco 你永远是天上最闪耀的那颗心 你的才华有目共睹 你的温暖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真的很舍不得你 因为你那坚强笑容的背后 是很多的汗水 泪水淬炼出来的 你留下来的是一个传奇 是一个无可取代的Legacy 生命能够有你 我们都很幸福 我们会永远永远记得你的好 我认识Coco 我认识Coco的时候 是在13年 我跟她还有 韩红 还有位中科 一起参加 《中国梦之声》这个节目 那个时候我觉得她 非常的开朗 乐观 热情 不管是对朋友啊 对我们啊 对工作人员啊 对每一个选手啊 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个时候我们就留下了 非常深厚的友谊 她真的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 照耀着每一个人 当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感觉特别的踏实 特别的安全 特别的放心 她的热情 我觉得都能够融化你 就像她的歌声一样 后来 我记得我还参加过一个综艺 我当时觉得她可能 不会答应我跟Coco 说你能不能 帮我一下的时候 她真的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她说小明 你的事情我一定要来 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Coco啊 歌后啊 天后啊 当我知道 Coco离开的时候 我真的是 不敢相信 我停在那好久好久 说不出话来 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 后来当我确认这个消息之后 我才明白 原来她真的是 把快乐留给了别人 把痛苦留给了自己 其实她真的 自己隐藏了很多的痛苦 她可能不想让家人 不想让周围的朋友 为她担心吧 就像我们在节目里 看到的她一样 永远都是温暖的 热情的 对别人好的 真的好想你 想高考 虽然 你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但是 你的声音 你的音乐 你的音容相貌 也还是在我们身边 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温暖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 会永远记住你的 会开开心心的 也希望你在 天堂能够 真正的开开心心的 做你自己 亲爱的可可姐 现在回想起来 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我还是新人的时候 我第一次在白晶等电梯的时候碰到你 那时候我很惊讶的 听到你说 嘿小美 哈喽今天录音吗 这是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觉得 哇 Superstyle 居然记得一个新人小美 那 知道你离开的消息的时候 非常的震惊跟不舍 然后 永远会想念你那个正面温暖阳光的你 然后也谢谢你的音乐 曾经陪伴我们很多很低潮 很无助 很孤单的日子 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你 依然带着你灿烂的微笑 去影响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至今还是很难相信 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 无比的痛心 无比的遗憾 太难以置信了 我还记得你曾经看着我的眼睛 你对我说芥末 我们的眼里要有光 因为光有温暖 有温度 能够照亮更多的人 照亮这个世界 你也可以得到这个世界 温暖的回馈 你照亮了那么多的人 鼓舞了那么多的人 但是 你却没有把这样的光和温暖 留给你自己 我们都感受过你的笑容 感受过你的光往 感受过你的温暖 我想 你的为人 你留下来的音乐作品 一定会聚成一股更加浓烈的光 继续在这个世界上面 发光 发热 我们也一定会把 你给我们这样的光和力量 传承下去 去温暖更多的人 我想 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 也许还能够遇见 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 我对你说 哈喽 可可 很高兴见到你 可可 李文 一路走好 可可姐 至今 还是 不敢相信 你的离开 你不愿意相信 但是 既然你 做出了选择 就希望你能够 在天的那一边 继续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唱你喜欢唱的歌 继续做我们 心中那个 永远快乐的 可可姐 我们 想你 想到可可 就会想到 在奥斯卡 颁奖典礼之前 他看着我 就对我很可爱地说 我是第一个 A神 上这个舞台的人 我一定要拼命地唱 拼命地唱 他可爱的形象 还在我的心里面 这么一位 阳光 人缘那么好 向上的 这么好的人 走得这么糟 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可惜 非常的怀念 Coco 也好好地休息 那 认识了Coco 都有一段 很长的时间 近这几年 就 很多很多机会 和他合作 譬如 我是歌手 譬如 声声不息 中国好声音 等等 我认识的Coco 是一个 心理善良 性格开朗 在工作上 每每每都做到100分 做到最好 永不放弃的一个迷人 那 在舞台上 绝对绝对是一个 超级的好搭档 当然 去年的时候 也都 收到他身体不舒服的消息 但是 我想 我和 大部分的朋友一样 都是一时间很难接受到 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消息 希望 希望 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可以 活得开心 谢谢Coco姐 愿你在天国的花园里 开心的舞蹈唱歌 谢谢你 谢谢生命中 让我遇见了你 愿你安息 亲爱的Coco 呃 在这里用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 跟你say goodbye 呃 特别的感恩 可以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遇到你 我们有过几次非常愉快的合作 你的敬业 你的热情 曾经深深的感染了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东方美食的工作人员 然后你在舞台上的精彩的表现 是我们时常会想起的人生的精彩的片段 到现在为止 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 但 我想这就是人生 我觉得你并没有离开我们 因为 呃 只要打开视频 只要点开音频 我们依然可以 重温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美妙的瞬间 约定 未来我们一定会相见 Dear Coco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bright shining star You would greet everyone with your warm smile so full of love and energy that we sometimes forget that you've had your struggles too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warrior and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say goodbye and I wish we never had to I wish life I'd be gentler towards you I wish I had more time just to hang out and make some more music with you I'll miss you Coco Rest in peace 任何Coco的朋友可能都试过 在一个气氛很差的地方 只要有Coco出现 他总会用自己想亮照声 把整个气氛整活 而我 在继续要人支持的时候 Coco在台下 为我大声呐喊 支持加油 打气 去鼓励我 你永远是我们的开心果 你永远是我们心目中最强的地方 你永远是我们心目中 人美 心善的Coco 希望在远处的你 可以继续开心的跳 自在地上 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李文Coco 在知道Coco姐离开我们的某一天早上 我听了Coco姐的歌 音乐摇摆还是让我感觉到美好的希望 我相信 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在这边深深地祝福Coco姐 还有她所有的家人朋友们 想念你Coco姐 亲爱的Coco姐 很难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你的歌声 你的舞蹈 你的仗义之言 都会长存我们的心中 感谢你给马赛克乐队带来的帮助 感谢你带着我们跳舞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希望你在极乐净土 闪耀自如 我们会永远想你 Coco姐 很遗憾不能再和你一起做音乐了 感谢你一路 这么力挺我 这么照顾我 感谢你为华语乐坛 留下这么多 宝贵的作品 希望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会过得很好 会过得很开心 我会想念你 我会永远记住 华语乐坛天后 Coco Lee Race in Peace 我认识Coco 二十几三十年 我们曾经在同一间公司 华星 我也曾经和他一起 有一些共同的经理人 在过程里面 我见过舞台下的他 他永远都会带着一个 很真诚 很热情的笑容 令到身边的人 每一个都觉得很快乐 他私底下就好像我一个妹妹 他天真、他涉量 我亦都在舞台上跟他一起表演过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我是被他征服了 他从一个天真的小妹妹 变成一个充满力量 已经四座的巨星 这些一切一切都将会在我们的心中 永远不能磨灭 因为你的力量 你的善良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加好 我顾着你 我爱你 客户姐对我来讲 是一个从小只能在电视上面 才能看到的超级国际巨星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有这样的缘分 可以一起聊音乐 可以一起喝酒吃饭 在去年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之后 她经常会主动的跟我联系 向我表达她的关心和鼓励 从来不吝啬赞美我 非常非常地 愿意表达爱 分享爱 对我这个后辈来讲 真的感受到了很深的关爱 还有鼓励 或许对姐姐来讲 我是一个年期太轻的后辈 有很多的路要走 但是跟她在一起聊天非常开心 从来都没有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关系 有任何的隔阂 因为她是永远热心 永远有活力 永远热情 的客户姐 我会把我和客户姐之间的故事 然后把她最美的样子 藏在我心底 印在我的脑子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 永远怀念我们这一位 巨星 偶像 和华人骄傲 可可姐 我是Sara 西君 我想把 我们在去年节目上也没有唱到的那首明星 还有我在澳门颁奖礼上面 表演的那首故人忘忧送给你 希望你喜欢 希望你快乐 我永远爱你 可可姐的音乐是我成长记忆中深刻的一环 感谢这些年一直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你 你的笑容和音乐会永远陪伴着大家 愿可可姐在那一个世界永远幸福快乐 和可可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的热情和能量让整个空间都变得不同 她的音乐 她的舞蹈 她的一切 带给人的力量 早已超越了作品本身 因为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伟大的杰作 现在她先走一步 去了一个没有痛苦充满光明的地方 而我们留下来的人 我们这些曾经被她的光芒温暖过的人 在离开之前 也会试着继续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就像她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 可可姐一路好走 在相见的时候 希望我们还可以像之前一样 笑着聊聊天 我还很记得初初认识Coco的时候 就是1992年 我去一个party的时候 我朋友说要介绍这个女孩给我认识 她很唱得很跳得 你一定会很喜欢她 我这样认识Coco 她当时是准备要参加新秀歌唱比赛 我刚刚回到香港 也即将要签唱给公司 我们之后不久 大家都入了行做了歌手 虽然这30年来 我们其实没有正式合作过 但我觉得我和Coco 是有一种很特别的connection 我想是因为我们适与美时 其实我们是看着对方起步 看着对方进步 中间这这么多年来 我们有起有底 有得有失 但我觉得这种缘分是很难得 我很珍惜 那我以后都会继续增证这个女孩 这次Coco 我会继续增证 as a fan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legacy of art and music and performances that you've given us and left us with to forever remember you with as a friend I want to say it wa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and a joy to get to share the stage with you and interact with you and I hope that you know how much we miss you and love you and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the light that you brought into this world and for all the people that adored you so our dearest and most beloved Coco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in our hearts you have such a great and big loving heart for everyone of us regardless of who we are or what we are you were the first one to believe in me and I'm like totally grateful for for your encouragement and you bless so many people with you know you know your your big heart I'm gonna miss you and you're in a better place 亲爱的我的女神 李文Coco 我是你的粉丝 Selena 谢谢你带给我们 美妙的舞姿 美丽的歌声 你永远在我心中 愿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一切安好 自由自在地飞翔 今天在这个追思会上 录上这一段话 心情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都在各自宣传自己的唱片 那时候给我们周围所有人的印象 Coco你是那么的热情 那么的美好 那之后我们经过很多次的合作 每一次合作 我相信都是我一生当中 最难忘的时刻 也是最好的回忆 你在我们心中 永远是美好的女文 美好的Coco 就像我们一起合作那首歌曲 你是我们永远的朋友 我们都会记得Coco最棒的笑容 最棒的演出 谢谢Coco带给我们的美好 Coco姐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她教会了我自信 教会了我如何展现自己的长处 我能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 跟她有过一次舞台的合作 是我的荣幸 能跟我的偶像通台演出 至今都无法相信这个事情发生了 而且也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跟她在一起很快乐 很有热情的那种状态 所以 Shout up to Big Sister Coco Lee Peace 愿天堂没有痛苦 Coco一直以来 给我的感觉是热爱音乐 乐意帮助人 所以我常认为 Coco是上天 送给我们人间的一份礼物 Coco You're the best Rest in peace 其实还没有出道之前 就已经认识了Coco 那时候就听你的音乐 就说 哇 真的是厉害 然后过了没多年 出道之后 就有机会 跟你在手牵手 这首歌当中有合作 在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说 也想跟你说 We miss you 我们知道 其实你现在在一个更好的地方 You're in a better place We miss your soul We miss your heart We miss your music We miss you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 Coco李文就是天才 我们在Sony Music 做同事的时候 我有幸 跟他多次录音 排练 同台演出 甚至还见证了 他筹备他的台北市立体育场演唱会 那是1998年 但记忆犹新 对我来讲 那是很重要的学习 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的整个制作过程 从乐手到舞者 灯光到音响 甚至特别来宾 Coco还邀请了澳大利亚男团自然主义来台湾 跟他合唱了他的主打歌 默默爱你 四个外国男生 唱了整首中文词 我记得我在台下听得 哇 鸡皮疙瘩都起了 体育场成千上万疯狂粉丝爆满 虽然Coco个子不高 但他一站上舞台 就是一个巨人 我现在都还是觉得很神奇 他的气场 怎么会这么强大 Coco不但教了我大型制作 让我有更大的野心 更大的表演欲 更是教了我小小的细节 比如 有一天在办公室 他帮大家买了很好喝的饮料 他给我一杯 我尝了一口 哇 怎么这么好喝啊 这个是什么 然后Coco就用他那个 很阳光的声音说 Starbucks Mocha Frappuccino 蛤 我在想 他在讲意大利文吗 你看 因为星巴克就是1998年进入了台湾 他第一时间冲去帮我们买 我永远会记得 Coco给我买了我人生的第一杯 星巴克 从万人演唱会到买一杯咖啡 Coco就是能够touch your heart 这是他非常特别的甜分 而且会永远传递下去 在粉丝们 在朋友们 的心 Thanks Coco God bless you Always Coco走的消息传来之后 大概我旁边所有的工作女性都 都大苦 因为大家都是她的歌迷 Coco代表就是温暖 阳光 快乐 我们跟她很熟 她四岁生日的时候呢 我们还到香港去参加 然后也来我家吃过饭 她跟我太太生日就差一两天 两个人也信心相惜 Coco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的好 一路好走 此刻我正怀着沉痛的心情 当年我的好朋友 李文 Coco姐 经历了病痛折磨之后 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她的歌声永远的留在了这个舞台上 永远的留在了我们的回忆中 永远的留在了音乐世界 Coco姐 Coco姐也永远是我们的 月光 爱人 愿Coco姐 在另外一个世界 叹息 我想每个人的青春歌单语 都有一首Coco里闻的歌 谢谢Coco姐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希望你在天堂 依然有很多美好的音乐陪伴你 Coco姐给了我演唱会和舞台的起目 她的真诚和善良也一直感染着我 Coco姐 音乐和爱没有终点 我们会一直怀念你 在巅峰之夜里 你是代表我们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有人的国际巨星 在生存不幸 你说 虽然你成名的地方不在香港 但是你的事业从这里开始 所以你对港约有情有意 你把你的爱跟正能量 给了身边所有人 我们也想告诉你 Coco 我们很爱你 Faron you will always be one of the most inspirational female vocalists of our generation and I miss you dearly I'm so blessed and fortunate to have met you before I even got in this business and to work with you and perform with you is just something that I'll keep in my heart forever thank you for all the wonderful memories I love you God bless you 我曾经跟Coco姐合作过一首歌 然后觉得自己的创作可以被一个这么美好的人所演唱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如今那些歌 那些音乐都还在 世界好像继续地运转 可是在我们心里我们都知道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那我觉得就像我写的歌名 如今每一天都变成了想念你的夜 希望这样的想念在我们心里可以让我们成为更美好的人 然后谢谢Coco姐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 Coco姐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 然后又很有大爱的人 我买的Coco姐的第一张专辑是一盒磁带 是李文童林专辑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爱我久一点 后来不同时期我也听到很多Coco姐的歌 她给我的音乐生涯带来很多的影响 我每次听她的音乐都感到快乐 然后希望Coco姐在另外的世界也可以一直快乐 我们永远想念你 现场所有的朋友 贵宾 以及Coco老师的家人 Coco老师的歌迷朋友 你们好 我是肖敬腾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跟Coco老师的故事 小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在教会长大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每次到教会周日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在中午的时间 在NTV台等待着播放当时最火红的音乐作品 当时就有一位歌手 一位女歌手 真的震惊了我们全家人 她就是李文老师 我记得当时唱着好心情 在海滩 然后非常热情 非常活泼 然后唱腔非常的国际 所以当时就非常非常的震惊 因为在亚洲我们很少可以听到 这样子的音乐人 这样子的歌手 所以呢 从此Coco老师在我心中就有非常重要的存在 然后到我长大之后 19岁入行 然后很有心的能够多次的跟Coco老师见到面 当时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后台 然后Coco老师就问我一个事情 首先她先跟我表达了她对我的一首作品 这首作品就是《你》 她非常喜欢 然后她也问了我问题说 这首歌的意境是在说什么 她想跟我确认是否跟她心中所想的一致 然后我就跟她分享 当时我们就聊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从小这么崇拜的偶像 竟然在跟我聊我的作品 然后说很喜欢我的作品 我影响非常深刻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跟Coco老师 这么敞开的去聊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一起吃宵夜 一起在长沙吃小龙虾 冬油拌面 然后很开心很开心的是Coco老师也在节目里面 演唱了我的这首作品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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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 在之后的日子 也很有幸的能够跟Coco老师继续在舞台上面更多的合作 后来我们也一起一起唱了《沃湖长龙》的主题曲 也多次在舞台上面有很多的合作 谢谢Coco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美好的回忆 非常感恩 我相信Coco老师 我相信Coco老师他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已经是无敌 无敌了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就让我们后辈 Coco老师 一起帮老师来传承他的精神 他的音乐 他的热情 他的做人 做事 他的大爱 他的一切一切的美好 都永远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记忆跟回忆 然后祝福现场所有的朋友 Coco老师的家人 还有所有Coco老师的粉丝们 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然后不要让Coco老师担心 我们都很好 谢谢大家